其实有时候女生吃这一套 真的吗 对 什么大喊大叫啊 不是不是 大美那么夸张 可能就是像刚刚喊个小 我不疼你疼谁 就是其实你不要 随便找一个邻居摇摆 我不疼他 不是 你说错了你也是这种 大半夜的还要找邻居 也不容易啊 好来 聊回正题吧 我们本期节目呢 依旧是伪装者的设计啊 在你们几位当中 会有一位是卧底 也就是我们今天 待会儿上场的嘉宾当中 有一位不是他自己所说的 职业的从业人员 几位要抓出那个伪装者 我们还会在几位当中 来安排一位卧底 所以你要保护你的那一位同伴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 我们的卧底各爱员 影坊 有请 你好 你好 帅气 影坊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湖南的父老先生们 大家好 我是掌声 我是音访 吴冬 吴冬 可以啊 这个今天的卧底呢 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叫做猎狼者 为什么叫做猎狼者 猎狼者呢 是我们即将在湖南卫视季风剧场播出的一个剧的名字叫猎狼者 我扮演的是一个森林警察叫秦川 但是我这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呢就是控制一个叫做魏江的男人 魏江就是我 就是我 这个剧呢一共只有八集 就是一看这两位我们就觉得这个剧非常非常的有看头 这部剧也是我拍过的最埋态的一部剧也是最累的一部剧 我们要在草原上打滚在雪山上打滚很多的动作戏让人血脉膨胀 明天晚上请大家在湖南卫视的季风剧场看我们的猎狼者 还有在芒果TV不见不散 期待啊 好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要抽取我们今天的猎狼者 好啊 上面会告诉你今天的伪装者是谁 偷偷看就好了 好 各位就开始观察周围朋友的微表情 韩哥 我想问一下什么是 你过来 你现在看不懂中文怎么玩 前锋 你也跑太远了 你跑到那边去 前锋 你也跑太远了 你跑到那边去 凤哥 看着满天 凤哥 看着满天 凤哥 紧张了 凤哥 凤哥这个抽到了 几个字 完了 凤哥 凤哥抽到了 凤哥 猎狼者现在就在场上七个人当中 几个人啊 几个人啊 对 到底是谁 凤哥 凤哥